谈点迪西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电影《正义联盟》导演剪辑版的最后 有一个人来到布鲁斯维恩的别墅前 并和他展开了谈话 在漫画里 这个和布鲁斯谈话的人被称为火星猎人 是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角色 而他也是漫画里《正义联盟》的创始人之一 不过在《星5-2》之后 火星猎人在《正义联盟》中的位置就被刚古所代替了 有趣的是这个角色虽然被称为火星猎人 但是在漫画的设定里 外形和战斗方式都非常相似 不同的是超人的力量是源自太阳 而沙赞的力量是源自地球上的希拉众神 只要他喊出沙赞二字就可以完成变身 而沙赞英文名称的六个字母 分别代表着六个不同的力量 第一个字母S代表着索罗门的智慧 第二个字母H代表着海格利斯的力量 第三个字母A代表的是阿特拉斯的耐力 第四个字母Z代表着宙斯的神威 也就是拥有控制雷电的能力 第五个字母A代表着阿卡留斯的勇气 也就是拥有肩不可追的身躯 以及第六个字母L代表着墨丘力的速度 而同样需要通过喊出沙赞变身的黑亚当 他的力量则是源自于埃及众神 知识三 在电影海王一的最后 海王正式成为了亚特兰蒂斯的统治者 也是海底七国的国王 他在背负着守护海底王国使命的同时 也成为了陆地上守护地球的正义联盟成员 他和超人跟蝙蝠侠等人一起背负着守护世界的使命 因为海王在陆地和海洋都有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所以海王自然就成为了陆地和海洋的联系人 也为了使陆地和海洋能够保持长久的和平 海王也就成为了超级英雄中 肩上责任比较沉重的一个 知识四 在目前的迪西电影宇宙中 出现了正义联盟以及正义协会这些超级英雄组织 这两个超级英雄组织的使命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为了守护世界 而在电影中出现的正义协会成员只有英侠 命运博士 卷风以及原子粉碎者四个超级英雄而已 但是其实在漫画中正义协会的超级英雄成员则是更多 比如蝙蝠侠 超人和闪电侠等多个超级英雄 都曾加入过正义协会